Bitem不好非礼早餐 我是大家好 今天星期一的时间 明国108年1月21号 距离农历新年 其实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 你可能过年的味道就很浓厚了 所以这算是年前 比较正式上班课的最后一个礼拜 但是我非礼早餐 我们仍然照表操课 星期一的第一个小时的时段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长时间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会不厌其烦的 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明 就是早餐读书会的选书 它会有一定的重量 会有一些的严肃性 换句话说 它要做的阅读的知识准备 是需要的 同时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一点精神 但是你阅读完了之后 以及参与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好那今天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从书到我的来宾都很特别 这本书到我手上的时候 当一方面在里面的写 写续写导言的 是我老朋友杨兆 我看了一下这个导言 以及书的基本的架构 书名叫做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光这个标题 对于我在台湾从事公共评论工作来讲 我就很有感触了 我就觉得 好那这个书呢 可能是应该我要好好阅读一下 也让大家能可以分享的书 它有个副标题 你读到的到底是真相还是假相 因此呢 这本书 这本书呢 八堂课 你把它当作八堂课 八堂移除理解偏误的史学课 你光看到这个书名 跟它的副标题 就哇 这个很学术性的书 对有一点点 但是你可以放轻松一点 就书的内容 我读过了之后 我觉得没有这么难懂 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学术性的写作 作者呢 叫做这个 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那他是谁 我们待会再介绍 但这本书呢 麦田出版社 麦田出版的 难得呢 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到我们现场的来宾 他叫汪浩 汪浩是谁 汪浩 我刚刚聊了一下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他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的博士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 你都在香港 对 在教育 在香港二十年 没有 我做金融业 做金融业 我证券公司工作 你在 你念的是国际关系的博士 是 因为牛津大学 Oxford的这个国际关系 是很难念的 但是你是在上海出生 对 所以在大陆念书 对 我北大毕业的 北大毕业 你北大也念国际关系吗 我法律系 国际法 OK 这个是 这在全大陆是最顶尖的 学校跟科系 对 我因为比较早了 我1984年进北大国际法的 那国际法 1984年的时候 在中国是比较少有的 大概当时只有两个大学 有国际法专业 就是北大和武汉大学 那这个专业又是人非常少 我们整个班上只有21个人 这么少 对 所以是一个比较小的 小的这个专业 那它是隶属于 国际关系学院吗 没有 隶属于法律系 叫国际法 它在法律系里面 里边的一个专业 对 好 然后你毕业了之后 去英国去念书 对 我就考上一个奖学金 去牛津读的国际关系 对 能谈一谈你在牛津 念国际关系的经验吗 我在牛津读国际关系 这个我拿的博士学位了 那我是在牛津的圣安东尼学院 那这个这本书的作者 这个Margaret Macmillan 她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 OK 所以 你在念书的时候 她还在学校 不 我在念书的时候 她没有来 还没有来 她实际上是过去十年 在我们学院做院长的 她去年正式退休 所以 我在读书的时候 她还不是我们这学院的 所以我读书的时候 并不认识她 但是过去十年 因为她做院长 所以我认识她 因为我是校友 所以校友 常常学校会找我们 有些活动 然后我碰巧 前几年又给学校 捐了一笔钱 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所以跟院长 就会有一些来往 又会接触 然后她 Margaret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的历史学家 那正好 2014年 是一次大战的爆发的 100周年 1914年 所以她出了一本 非常重要的书 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起源的书 然后她成名之作 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后 巴黎和会的专注 这里面也谈到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情况 那所以 就是她是国际公认的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的重要的历史学家 那当时她这个书 推出来的时候 她在我们学院里面 有一场演讲 那我有专门去听了 那也跟她一块吃了午饭 所以我对她这个学术上的一些东西 我都有一直有在跟踪 汪浩 你的年纪在 等于是在大陆刚开放之后 是是是 我1984年进的北大 然后88年去了牛津 对 你等于是在大陆开放了之后的 开放的前期阶段 所培养出来的精英 也不是精英了 但是就是 都今年念北大了 北大毕业 当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当时是属于 因为1978年恢复高考 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高考 所以我实际上运气很不好 本来我们读书是不需要考试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时候 但是我正好碰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邓小平上台了 就恢复要考试 所以要小学考中学 然后又考了中学 然后中学要到考大学 又要考试 所以就参加了两场考试 就进北大了 就进北大了 当然北大 北大现在不管是在大陆 或者说亚洲或全球的排名 现在一直都在大幅的要进 对 当时我不太知道 当时在全球有没有排名了 北大 但是当时当然还是中国第一的大学了 那北大的话 因为当时中国大学很少 那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 好多年没有考试 所以有很多人就来考试 所以我进北大的时候 考试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录取力很低 我刚听到你就是这么大 这么重要的学校 就是当时大概 我这个专业又有点特别 就是当时主要目的是培养外交官的 你看你1984年 进北大 1988年毕业 那1982年国际海洋法的法典 才真正式出来 对可以说如果以海洋法的一个法典来讲 1982年是一个国际法成熟的关键年代 好所以你的专长刚好就在那个年代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是整个中国大陆对于国际法的专业人才高度需求的年代 是我们那个时候当然有一些名教授 有一个叫王铁牙的 后来做了国际海洋国际法院的大法官 那然后好几个有名的教授 但都是很老的 那我们有幸因为差不多我们是他们最后一批学生 因为他们很快就没办法再继续教了 那然后我当时这个班上21个学生的话 碰巧我们21个学生里面有六个是全国各省状元 就这比例是惊人的 因为中国一共只有当时有三四个省 但是里面有六个省状元在我们班上 所以我都是很郁闷 在读书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们班上太强了 王铁牙这样子念书压力很大 就是因为你等于是说你每天在跟省状元拼 我没有出息没办法 这个显示是这个 不过那个 我现在在听你讲当然轻轻松松了 不过虽然我可以讲的那个压力 就觉得每天恐怕连觉都没办法好好睡 可是那非常的有成就感 是啦 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了 得天下英才而共学之 这个是非常棒的 当你到英国去念书 那牛津大学的国际关系的博士是不好念的 对那就更惨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英国 因为我直接从北大一毕业 没有工作就直接去了英国 所以我实际上当时英文并没有那么好 然后文化上有很大的cultural shock 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所以刚去时候是很不习惯的 特别是老师讲课的话 因为我们也是小班 我整个那个专业就是 整个牛津国际关系专业就15个人 那跟我同班 当然现在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同班同学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今年4月份要做日本天皇的皇后的牙子 他跟我是同班同学 真的啊 哇这么巧 对 那当然我跟他 但之后你们还有再见过面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他他毕业以后回日本之后 他就马上 对但他在外交部时候 我跟他有些联络 后来他他他嫁人了 我就不跟他没办法了 对对没有什么联络了 但是他这个他跟我是在牛津的时候 是同班同学 那我们班上15个人 但是问题是因为英国的教学跟中国很不一样 那老师的话 根本就是还没来上课之前 就给了你几百本书单 你就要自己要做 所以你得先看 那我当时刚从中国去嘛 第一这些英文的书从来都也没看过 第二我都不知道他从图书馆哪里去找来 那然后所以我就真的是很痛苦 这个根本就是上课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嘛 大概所以半年以后半年以后这个我们有资格考试嘛 那我就没考过 没考过的话那老师那怎么办 对呀你说牛津这个地方这个你考没考过你怎么办 那要不就送回中国了 那要不就那很丢脸 那压力很大 那压力很大 要么还是可以重考了 那当时我想我重考也考不过 所以就去找我的导师跟他讲说 哎呦那这个事情怎么办 这个我刚从中国来 我也不太懂你们上课在讲什么 然后你讲的书单我也看不懂 那然后我们这个老师也是很好 他说你这个确实我们整个这个教学方法 你可能不太习惯 但是你对研究是不是有兴趣 我说我研究还是可以的 我在北大的时候写过很多论文 在全北大比赛都得奖的 我说我对你研究还是可以 他说那这样吧 他说我们牛津的制度里面有一个例外的系统 有一个特例的系统 你是可以去去试一下 就是你可以你硕士资格没通过 但是如果你能够写出一个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大纲 让我们的系主任认为你这个有潜力成为博士论文 就职工博士 他就可以让你职工博士而不要读硕士 OK 所以我就在三个月之内写出了一个博士论文大纲 然后就寄给了系主任 也没面试 只是寄给他 然后系主任 我们牛津的系统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一个系 一个系主任 而且他是教授 整个系只有一个教授 其他人都是讲师 这个制度现在改掉了 以前我们英国是这样一个制度 一个专业只有一个教授 他就看了我的论文大纲 他觉得可以 他就同意了 竟然就同意了 所以我就等于是在牛津四年拿到博士学位 但是没有读过硕士 很难得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好 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的 你刚刚听在跟我聊天说话的 他叫汪浩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的博士 不过这不是重点 他在上海出生长大 刚刚提到他在中国大陆1978年开放之后 邓小平崛起的时代 中国走上开放道路到去年40年 当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讨论 这开放的40年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天翻地覆的改变 也是人类历史上面 我觉得最大规模的一个改变 汪浩刚好在那个初期的时候 进了北大 之后念国际关系 尤其是国际法的专业 这些都是因缘际会了 对 运桥 好 那但是你 你毕业了之后 后来 因为你太太 是台湾人 对 这我要先解释一下 汪浩未多 为什么会今天在台湾 因为太太是台湾人 所以你这几年时间都在台湾吗 我跟我太太结婚25年 他 我们最早一块是在英国认识 在英国居住的 那后来就是搬到香港 所以我们在香港住了快20年 20年 然后三年半以前 我退休了以后 就搬到台湾来定居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在台湾这三年半还习惯吗 还可以啦 我基本上退休在家嘛 有闲着无聊 所以也写点书啊 写点文章啊 这样 我大概一年半以前 出了一本书叫意外的国父 所以 OK 我看到那本书了 我看到那本书 所以那个是我来台湾以后 去国事馆看档案以后的一个 一个读书笔记啦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在这个写一些书 那然后我一直有在 凤传媒上有一个专栏 经常会写一些文章 所以也算还可以 我觉得你的专长跟你的背景 在台湾应该 应该会有很多人觉得 觉得应该 汪浩还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没有了 就是这个退休老人嫌的无聊 就是做一点这个 好 来 没关系 我们回到这本书 那今天请汪浩来呢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因为你刚提到就是说 这作者 他本身 因为刚退休嘛 那这第一次大战的 就是说一次大战历史的权威的学者 那这本书因为他朝着 从所谓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的角度 这个作者他为什么会想要去写这本书 他要表达什么 这个书是这个作者 他在加拿大当大学的校长的时候的一个 一系列的演讲的演讲集 他有一个主题演讲的一个演讲集 那么从本质上这个书是一个 对于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哲学观点 没错 它是历史哲学 它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 那他又是一个当然他本身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是从英国去的加拿大人 因为他的妈妈的祖父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英国的首相 Loy George OK 那他很有背景 他们家里是贵族 他妈妈的这个系统 他妈妈的爸爸也是贵族 所以他们家是有声势 中文翻译叫劳和乔治 劳和乔治 对 劳和乔治的这个曾孙女 这样一个关系 那所以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很大的兴趣 实际上他是在研究 他妈妈的祖父的这个历史 研究自己的家族史 家族历史 那他的这一连串的演讲 就是讨论的是这个历史的哲学本质问题 那他又是一个很当然英国传统的教育 和加拿大教育 所以是一个自由派的学者 所以他是非常从一个自由派学者的角度 来讨论怎么样来研究历史 看待历史 用了很多世界各国的例子 里面有相当多的讲到中国的例子 来看说这个历史怎么样被大家错误的运用 和错误的解读 那么大家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方法和观点 来正确的研究和解读历史 这些问题说老实话 他这个因为他是一个演讲 实际上非常易读 我自己读了 还蛮口语的 对非常口语 而且是很 这个例子非常的浅显易懂 然后你读完了以后 你就觉得这些问题 好像我平时读历史书都碰到过 然后怎么我这个 但是他比较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好在我们现场的汪浩 那除了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的博士学位之外 因为他出生在大陆 在北大年书之后到英国 那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之后呢 在香港的定居了20年的时间 20年你都在从事金融业 是 但是他现在当金融业退休了之后呢 因为太太是台湾人 所以他们也就回到了台湾 这几年的时间定居在台湾 那这本书 那请在汪浩呢 为大家导读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那在任何的 不管是学术政治或者媒体 的讨论上面 引经据典的 去检裁历史的材料 那当背后呢 可能有的时候呢 是借骨否定 有的时候呢 是一个印证比喻 总而言之历史的材料 是在作为我们一个公共讨论 或者在一些的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 那经常会会选择的方式 因此呢 历史呢 被检裁的非常厉害 这本书 因为它是从一个史哲学的角度 刚刚汪浩提到的 比如他一开始谈的历史的狂热 那历史呢 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我们的人的一种的安慰的感觉 或者谁拥有历史 历史身份认同 历史跟国 国主主义 历史的账单 历史战争等等 他分成了这个 就是说八章的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待会可以挑几个主题啊 请请汪浩为大家导读一下 但是我要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王浩聊 先稍等 好 非得无法非得早餐 我是唐强龙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今天在这本书 以及呢 为大家解读这本书的 在我们现场的来听呢 都非常的特别 我刚特别花了一点的时间呢 让大家能认识一下王浩 因为 因为他的学经历的背景呢 从台湾目前的台面上面的 能够做 做这种的学术性的 讨论跟导读的人来讲 是非常特别的 那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的博士 那目前人在台湾的王浩 这本书呢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你读的到底是真相呢 还是假相 那刚刚讲巴唐克 让你呢 移除呢 理解偏误的史学课 那作者呢 是这个 玛格丽特的麦克米兰 好 当然他的 他的企图性其实非常的强大 虽然你刚提到 他研究的是 第一次大战的历史 跟他的家族史是有关的 但是他是从一个史哲学的角度 历史哲学的角度 希望呢 能够提纲窃领的 去让大家呢 对于如何去 去运用历史材料 这件事情 能够有一个基础的 一个认知上面的准备 是 好 但是呢 这里面所谈到的 比如说 我刚刚谈到的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汪浩怎么看 我大概书里面 当然也谈到了一些 就是大家在 在检裁历史这件事情上面 把所有的历史都变成现代史 这个是我 我觉得自己在媒体工作的时候 觉得最困扰的事情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当然 这个 实际上 这个 有一句话 说这个外交是政治的延伸 那历史实际上是现实的延伸 因为历史都是现时代的人在读 在分析 在研究的嘛 那特别是近代史 因为有档案 然后因为有比较多的文字记录 但是这些档案文字记录 又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现代人对于近代史的解读 常常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 政治需要 做不断的重新解读 会变化 那这个正义一般都是这样来的嘛 然后当然这里面 他有讲到好几个不同的问题 一个是史观的问题 一个是方法论的问题 第三一个是材料的问题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 都会有问题 但材料相对来说 似乎比较容易 因为白纸黑字 要证明真假对质 你怎么找到这些档案 但这个实际上也是有难度的 因为这个 要读的够多 因为比如说我在中国大陆 中国上海出生的 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在中国 也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那你要看这个档案 是很困难的 在中国 共产党的档案都是不让一般老百姓可以随便看的嘛 这个是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你看不到档案 那当然在欧美国家 他们是档案的公开性就做的比较好 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是有有严格的这个30年公布档案的制度 有一些档案过于机密要50年 有些档案是70年 那在70年以后都一定要全部公布 那这些个方面 欧美的体系比较完整 那中国当然就差很多 台湾正在进步了 因为我刚才讲到我前 前几年都是在国事馆 几乎这个每天都去 现在我基本上在网上用国事馆的档案 因为国事馆这两年他们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两奖的档案几乎都上网了 所以你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网上看到两奖的档案 那这个对于 而且我想现在两奖 你之前写的意外的国父是写奖金史 是根据两奖的档案来写的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两奖 重新认识历史 第一个是根据新公布的档案 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材料 那当然这个史观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这里面尤其是现代史的史观 是牵涉到很大的政治问题的 是的 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观 是有很大的争议 毕竟还是一个敌对的双方 对 因为我在中国 中国受教育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学历史 主要学的还不是中国近代史 还是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史 是的 那我考大学的时候考要考两门 一门叫历史一门叫政治 这两门实际上考的是同一个东西 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史 那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开始 到中国共产党怎么建立的 然后中国共产党内部有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怎么把所有的敌人打倒的 怎么样一个党史 那后来等到 问题是我 我真的很倒霉 因为我这个小学中学都学了这个东西 结果等到我考试的时候 邓小平不是上台了吗 1980年代中已经这个历史 就有了很大改变了 结果我原来读了十年的东西 好像都不对了 因为毛泽东那个时候本来我们读的十次路线斗争 后来到邓小平时候 其中八次被平反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学的历史怎么回事情了 所以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中国的受教育的这个很大的困难 这个问题现在还是 还在不断的在有这个 还在发展中 修正主义的这个Revisionist 我们叫历史的修正主义学派 不断的在变化 那比方说最近我们有讨论的一个现代史的问题 非常现代史 实际上也不算是历史 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 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做了很重大的演讲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那才四十年的历史 但是他就发 你读他的演讲你就发现 他提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 然后提到他自己的贡献 那中间二十年 从不断就不见了 赵紫阳 胡耀邦 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 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历史被割断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那台湾也是 我的整个 我的书 这个意外的国父也是谈的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也是历史有一个割断的问题 特别是我来了台湾这几年有都参加不少的学术会议 我参加了历史学界大概十几场的学术会议 我都是去听了 没有演讲过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台湾历史学界近代史 我讲的都 因为我的关系都在近代史 对于这个比较难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历史 特别是抗日战争或者是更早的中华民国的历史 哪怕北洋政府都可以或者清末的历史 比较绿的 集中在1945年以后的党外抗争的历史 结果造成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1949年50年以后 两奖时期的政治的历史 几乎没人研究 就是为什么我写意外国父 就等于是有一个空档了 特别是那一段时期的外交史 在台湾几乎没什么人研究 因为绿的人对这个不感兴趣 两奖的政治外交他们没兴趣 蓝的人也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只对49年以前的东西感兴趣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对50年代60年代 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的问题不感兴趣 好像这个历史是切断的 就是似乎从绿的角度来讲 台湾的历史从1991年以后才发生的 对蓝的人来讲 台湾的历史在1949年以前就结束了 王浩你点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我说敏感并不是不能谈 我试着试着就是说 从我的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 因为你讲的没有错 就是可能研究中国史的 他会比较侧重于在民国史当中的 1949年的这一段 我称之为就是说 国民党这一生当中的上上半生 对 那对民进党来讲 绿的偏毒的 他会比较重视下半生 重视下半生也有道理 因为第一个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他的历史非常非常短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研究1949年之前的台湾的相关的历史的话 那都是日据时代的历史 其实民进党包括他在做政治处理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比如说他的他的促转条条例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他也是做这种切割的方式 日据时代他碰都不碰 他他直接把转型正义呢 是从是从就是说 两讲时代开始到1981年的这段的历史 两讲的问题 其实是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如果比较研究中国史的这些呢 学术性的研究在当中来讲 就我觉得我就非常适当的一部分 他导致了什么 他导致台湾目前对于两讲的论述的方式 几乎呢都已经被定掉 而且几乎是直接被拉黑处理的 这种的拉黑的处理 把蒋介石直接呢定掉为筷子手 直接定掉为希特勒 好像呢他来了给台湾带来了灾难 的这种的论述的方式 因为他一直都是独派的历史研究者在主导的 他他就少了一个一个平衡的观点 所以你的你的研究当中来讲 他补了这一块 那也让他呢相对来讲的比较的平衡 但是你你你为什么会特别想去研究这一块呢 因为因为你的你的情况很特别 你看你你是念念国际法的 然后念国际关系的 后来是从事金融工作的 那为什么到了退休之后回到回来了之后呢 反而呢又回到了历史的位置上面 这个倒是也没有了 因为我这个从大学到也 博士都是对这个现代史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这个1950年代英国对台湾的政策 我有另外一本书叫冷战中的两面派 1950年代英国对台湾的外交政策 那后来我退休了以后 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把我原来的研究再继续下去 主要研究1950年代60年代的美中台三角外交关系 所以是我对两讲的研究 基本上是集中在外交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所以意外的国父完全是从外交史的角度来对两讲的研究 那我的研究的结论因为这个今天不是讲我的书 是讲这本书 基本上我是把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看作是 蒋介石在1950年创立了一个新国家 我认为他是现代台湾的国父 是的 但是我认为从这个保卫台湾独立的这个角度 他是一个很有功劳的人 他在反共的这个角度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认为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他做这些事情 台湾不会生存到今天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也认为他确实是一个独裁 这是一个威权统治 所以从转型正义的角度 要对他一些侵犯人权的案子重新审查 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关键是你要找出这个平衡点 平衡点 你不能切割历史 不能说我们现在的台湾 今天跟70年前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台湾是从1991年以后才存在的 这个不尊重历史的这样一个角度 我觉得是不对的 实际上这个过程 大家要把这个历史理清楚 就是说从档案也好 从事实也好 从收集出来的笔记和材料也好 能够看到这个历史脉络是怎么来的 他当时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他是一个历史人物 又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处于转型期的 既是一个威权的军阀 同时又是一个希望建立某种民主制度的 一个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要比较平衡的看待这个人 而且他对事实上对台湾今天还是有巨大的影响 跟你讲的这种的应该要平衡看待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不平衡看待这件事 不就是这本书在讲的问题上 这本书在讲的历史的运用跟滥用 不就在讲这件事 所以我说你研究了个课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他无意中当刚要补白了一部分 而且也碰触到了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该如何运用历史 该如何去读历史 这本书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那基本上面 他是比较历史哲学的观点 但是这个历史哲学就是告诉你 以后你在读历史 或者有人在拿历史的材料 要说服你 要框你 要骗你的时候 你到底该如何去辨证 进广告 回头这句就跟王号聊 好 非得忙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楼 在台湾 在所谓的中国人的世界里面 不管在台湾 在大陆 我觉得历史这件事情 都被都被用的过于草率 而且也不太受到受到挑战 就是你滥用历史 剪裁历史这件事情 好像大家都说都习惯了 它变成是一个历史各自表述 那这问题其实是有严肃性的 因为大家到最后对历史的真真假假 好像都不太在乎了 那如果今天从不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或者从一个 从一个 从更广泛的一个历史讨论的角度来讲 面对这种的历史材料的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时候 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 月天的角度来讲 到底该做些什么 我自己觉得 从一般读者 当然是 维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 比较不要太专注于某一个意识形态的历史史观 而愿意去看一下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历史史观的著作 看看他们讲的道理有没有 说老实话 历史没有绝对黑白的 不同的史观 不同的解释 都有一定它的逻辑性 你先看一下他们用的什么材料 什么方法 什么史观 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然后你自己尽量通过广泛的阅读 来达出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是自己感觉 历史学界 就是这些专家教授们 还是应该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台湾的历史学界 我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批判 我只是说我来了以后三年多参加许多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感想 感触了 我只是觉得可能 我猜测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学术界工作过 我只是猜测可能因为他们有这个升等压力 有这个要教论文的这个产量的压力 所以你会发觉台湾历史学界的这个研究 普遍的可能甚至95%以上 都是做非常小的微观的研究 就是他们的这些题目啊 都是很小很专业的 现在几乎没有人在研究大历史 对没有大历史 所以这个大历史观都是 民进党国民党的正统的政治史观 然后几十年也没有什么进步 然后大家的这个小历史研究的 和芝麻绿豆的东西研究的很细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写出论文 然后比较能够升等比较快的这个成名 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 对整个历史的研究 和大家对自己的这个台湾的历史的了解 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 最后还是蓝的绿的各自 鸡同鸭讲 然后大家对自己的历史的认识 并没有进步 我觉得这个这有点可悲 因为太可悲了 这还不止有一点可悲 因为汪浩的背景很难 特别因为在大陆在上海 上海出生成长 在北大念书到英国 英国去念书 非常好非常正统的牛津大学 你也在相对来讲 最自由的香港住了20年的时间 对香港人的文化 跟他们的思维 我相信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香港人现在其实 在认同情绪上面也有些飘移 那台湾当然也一样 你在这几个地方都住过 你对这些的华人区块 他们的那个所谓自我认同的行程 跟他的底蕴 大概是都有一些掌握的 他的共同的问题其实都一个 就是对于历史为政治服务 这件事情都太明显了 这三个地方的历史 都都在为政治服务 所以将来不管是史观史料 或者研究史学的方法论 我觉得将来都还有很大的进步 或者是调整的空间 好 当然这本书 我就可以让大家当参考 那这本书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那当然有个副标题 你读的到底是真相还是假相 八堂移除理解偏误的史学课 那作者呢 这个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刚刚提到了 他在这个牛津大学呢 担任这个学院的院长 刚退休 这个中文版呢 麦田出版社 今天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为大家做导读的 不因为他人在台湾 同时他现在对台湾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研究跟补白 以后呢 可以呢 再找这个王浩呢 来好好地聊一聊这一段 感谢到我们现场的王浩 感谢 谢谢 我们进广告